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下午好 我是伊达 我今天来说一下我们对这座玻璃房的需求是怎么样的 我希望这座玻璃房不仅仅是一个漂漂亮亮的摆设 它也有一定的实用性 在舒适的季节 首先我会想在里面做一些园艺工作 比如说它可以作为一个玻璃温室阳光房 让幼苗先在里面成长 其次我有时候会在里面拍摄和进行一部分工作 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可以在这座玻璃房里面享受他们的下午茶 或者说花园点餐 它是需要有一个大概两到三个人在里面能比较舒适的活动开的空间 所以这个大小应该是在20平左右 20到30平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尺寸 我们山东的交通半岛地区在冬季的时候会有很多冷流雪天气 起码在危海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地区应该比危海少一些 考虑它不会被比较厚的鸡血给压塌或者压变形 所以它一定要非常坚固可靠才可以 还要一定程度的抗强风 为了满足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呢 我们目前大概有两种方案在考虑 一种是基础结构 钢结构的玻璃房 它优点很多 它又精致 然后耐用性可能也更好一些 目前看了一个瑞典公司做的 大概4米 4米乘以6米 20平米的尺寸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报价是十几万 我觉得这个成本有点高出我的预料 高出我的预估了 所以我们目前还有第二个方案 就是考虑做一个木质的 木质框架的玻璃房 这个我们还能进行计算 木质的缺点是它需要更粗的框架 才能达到足够坚固和抗性更好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这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 这几天我们请教了不少木工师傅 也请教了我们非常有经验的 我的大学的学长学姐 我们也看了很多国外博主 DIY一些木质的 燃光房的一个过程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下 恐怕是它的结构不是很好做 或者说它的美观性是要有一些影响 要打折的 要加固的地方很多 然后可能工艺上也有一定的执行难度 我的学长学姐给了我另一个建议 就是让我们去找一下 我们当地的钢材钢结构的供应商 自己去做 自己去画图让对方来焊接 一开始呢我是担心它的做的精度不够好 不过我决定先去找工商 聊聊看看看看他们能不能在精度方面 美观度方面能加一下工时啊 加一下改一下工艺啊 来满足我的要求 和我们最初的想法一样 这是一座长六米宽 四米高三米的一个玻璃房空间 有一天矮墙让它更漂亮 也容易维持它的干净 六米的长边有九根立柱 来保持它足够稳定和坚固 所有的股价都是钢材和罕见的 这样搭建的玻璃房 显然比木制结构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但安全性和可靠性上面 不会有过多的担心和顾虑的 经过大概的核算呢 钢结构的玻璃房的成本 和我们请木工去做 木制玻璃房的成本是差距不太大的 可能钢具的要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比我们一开始 可能考虑着进口成品 成本已经是价格非常非常多了 好了 玻璃房的方案就这么定了 从三个方案里面 我们选择了钢结构自己做 自己设计自己做 这些钢具的股价 大概需要一个周到十天的工期 所以我们在股价完成之前 需要把地上的定位点做好 把预计件做好 这样的话 钢具股价做好以后 正好进厂安装就可以了 拖个平台手 这个边到这个边 四米大概就到这儿了 就是这个边 这个还得倒下时间 你要不要不要 因为地也没有 对 对 好 好 到时候你看 你拿上榴槽的时候 你现在穿上去 我现在穿上去 我现在穿上去 它有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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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坑大概有五六十公分深 以确保我们的钢架结构足够稳定 后边我们就等待矿杂进场 然后再向玻璃工厂添购玻璃 大概一周后 我会继续更新玻璃房的搭建 这个系列的视频 我们会持续记录 花园从建造到维护的过程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